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利用交换率跟结合率来计算下列个式 请注意 你不需要刻意的要使用交换率或结合率 你的目的是要计算 所以你只要记得好算就好了 怎么样算才能够比较好算 这个才是重点 只要把答案算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刻意一定要用结合率 或者是要用交换率不一定 我们先来看A这个选项 A这个选项怎么算呢 请看第一个-20跟第三个-5 这两个乘起来先乘 这个是利用结合率与交换率 负负得正20乘以5等于100 100这时候再乘以17 算出来呢就等于17 好算就可以了 B选项 这个B这个题目请看一下 首先呢你必须要对这个数字 稍微有一点敏锐的敏锐度 125乘以8 125乘以8其实是1000 也就是说呢这个题目是1000乘以-9 等于-9000 有些同学就说 那个他看不出来125乘以8等于1000 那怎么办 那你就慢慢算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125乘以-9 或者是先-9乘以8 再乘以125 答案都是一样的 只要好算就好 算得出正确的答案 才是重点 总时间就是 除了 x2